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腾讯700 简选原因是每逢农历新年长假 市场对网络游戏的需求都会提升 股份值得留意游戏股的龙头腾讯 在国家新闻出版处近日发布的2024年 进口网络游戏版号名单当中 腾讯共有三款游戏获批 当中包括重磅游戏 《地下诚与勇士喜源》 被市场认为重大利好 花期预计腾讯将有机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游戏 为今年保守的游戏收入增长预测 带来潜在的上行因素 走势上 腾讯自2023年1月以来营造下降轨 近月在$260至$290的区间波动 昨日收到$279.6 近日整体市况走势偏弱 策略上可以以$260和$290区 作为短线止蚀和目标参考 编满 改变 编满 适量 显然 适量 编满 适量 编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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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编满